我们要以神为乐 玛利亚说 我信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玛利亚是同真理 定分了还没有引起 神却借着圣灵让他怀孕 就是怀耶稣 诚然是一件惊人的大事 未分身实 岂不是奇史大荣 但是出于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玛利亚甘心顺服 敬畏神 信尊主为大 灵以神为乐 这种交托信赖神的喜乐 是从内心里面所感受的 神是永活的 是永存的 以神为乐才能长久 以神为乐 首先要先信神 才能敬礼神的喜乐 例如进主一家 因为信神 就全家都喜乐了 在监牢里面的两个使徒 带他出来 给他摆上饭 全家因为信主 大家就很喜乐 这是圣经记载到 因信了 不但一人之乐 全家信主 全家喜乐 我们就看见 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 在任何的逆境之中 也常常经历喜乐 他自己说过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保罗为什么能够喜乐 要以众人一同喜乐 怎么可能 我们知道 保罗看自己 好像几乎被焦电在上面 他可以喜乐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离开世界 照样的喜乐 所以他不是忧愁 乃是喜乐 焦电是希腊文里头 提到要献上奠记 就是把自己献上 为时已经尽了 意思是说 我被焦电 我离开时期尽了 不原了 他仍然喜乐 各位 他真是以神为乐的一个使徒 1987年 1月1日 我参加美国华府 参加北美猜船大会 在这位的时候 我圣灵工作 我内心 这个沉重 有负担 有一个感受 我来美国七年了 结果怎么样 要重回亚洲做宣教士 那个时候 我教母学博士已经读完了 两个孩子在学校里面读书 我含着眼泪 向神宣示 我的信念 我所以写下来 我仍要到亚洲做宣教士 我就写着说 主啊 我仍愿前往 主啊 我仍愿前往 尽管世人能愿 我仍愿前往 主啊 尽管同道误解 我仍愿前往 直到如今 我侍奉主已经47年了 我的言则是 以神的责义为最高的信义 以基督为侍奉的中心 以圣灵的淫达为侍奉的言则 以宣教为侍奉的使命 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侍奉的药物 以荣神义人为本分 我经历了以神为乐的实际 以神为乐 就是以基督做中心 让神基所谓 你自然的生命中可以经历喜乐 以神为乐的本质 是生命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环境 所以神给我们喜乐的本质 是长存不变的 靠主 凭信心 常常喜乐